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 我们说这地铁线路进入了第几站了呢 重新说 识别合同 识别合同中的单项纽约义务 确定交易价格 到这了吧 然后第四站把交易价格分给各单项纽约义务 如果说第二步是找到了单项纽约义务 第三步确定的交易价格 这第四步就是把交易价格分给单项纽约义务 他们之间也是有内在关联的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当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纽约义务的时候 为了使企业分摊到每一单项纽约义务的交易价格 能够反映起 应向客户转让以承诺的相关商品 当然这里面 或提供以承诺的相关服务 而预期有权收取最价金额 那么企业呢 应当在合同开始时 按照各单项纽约义务所承诺商品的 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 一定要找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 按交易价格分摊到各单项纽约义务 交易价格先定下来 再把它分给单项纽约义务 而分的时候呢 是按单项纽约义务的单独售价比例分担 有人可能要说 这个单独售价就是供允价值吗 其实单独售价和供允价值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概念 我们来具体看 首先呢 将交易价格分摊到各单项纽约义务的时候 我们要把握这么几件事 一分摊的一般原则 二分摊合同折扣时 三分摊可变对价时 特别是那交易价格的后续变动 前面给大家说了 如果是可变对价后续有变动 跟那合同变更 可不是一回事 好 我们前面讲过内容 其实跟后续这是有关联的 我们继续看 先来看分摊的一般原则 单独售价是 且向客户单独销售商品的价格 就要单独售价 所以它不是我们说的供允价值 单独售价无法直接观察的 企业呢 应当采用考虑 应当综合考虑 其能够合理取得全部相关信息 采用市场调整 成本加成或者余止法等方法来合理估计 也就是说 单独售价能直接找到 直接观察就直接观察 直接观察不到的 采用有关方法来估计 这方法包括了市场调整法 成本加成法和余止法 特别是这个余止法 特别这个余止法啊 它的使用是有前提的 我们再看 作为市场调整法呢 是指企业根据某商品 或类似商品的市场售价 考虑本企业的成本和毛率 等进行适当调整 确定单独售价的方法 了解一下就成了 我们考试时 通常来讲就说 这个单独售价是通过什么方法找到的 给你说就成了啊 也就是说 市场调整法是站在市场售价这个基础 来找你的单独售价 那么成本加成呢 是这企业根据商品预计成本 加上合理毛利后来确定价格 一个是从外向内 一个是从内向外 这就是两个途径 一个是从市场 一个从自身 关键看余制法什么使用 余制法是这企业根据合同交易价格 减去合同中 其他商品可观察的单独售价后的余制 也就是说啊 所谓余制法呢 你就是把 合同交易价格 减去合同中的 别的商品可观察的单独售价 人家都能观察就减 减完之后剩下的给谁 剩下的是给你没有可观察 单独售价的 咱倒挤的也好 叫余制也好 就这意思 总价格有 人家可观察的有 你用总价格扣掉可观察的 剩下就给你 你就叫余制法 那么企业应当最大限度的采用可观察 这是 肯定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可观察的输入值呢 你尽量用 并对类似情况采用一致的估计方法 当企业在商品近期 售价波动幅度巨大 那售价不稳 就算有单独售价 它本身波动太大 你没法参照 或者因呢 未定价且 未曾单独销售而始 售价无法可靠确定 一个是它有售价波动太大 或者干脆它就没法确定售价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采用余制法 就是道计呗 用总量减去人可观察的 现在就是你的 这个前提团是 要不就是售价波动巨大 要不就没法可靠确定 这是我们采用余制法的前提 当然 从这段话也能看出来 是尽量找可观察 找不到实在没法的时候 采用余制法 好 我们来一起看一段计算分析题 07年3月1日 甲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 相机销售AB两项商品 假把AB卖给客户 这个A商品的单独售价是6000元 B商品单独售价24000 都有 合同价款25000 你一看这有问题 为什么 一个6000一个24000加在一起 单独售价加在一起是3万 但是你合在一起呢 卖25000 合同约定 A商品与合同开始交付 1000合同赶紧发A商品 B商品在一个月之后交付 另外有一句话特别重要 只有当两项商品全部交付之后 假公司才有权收取25000的合同对价 看得出来 这两个商品之间 有内在关联 先发货A 你一发货你可以劝收入 但你没法收钱 你没权收钱 那么另外呢 这个B交付之后 你才有权收钱 所以说呢 这个A发货的时候 你还真是不是因为时间先后的问题 可收钱 这里面还要指望那个B 必须的履行义务 这A和B之间有关联 我们继续看啊 假定A商品和B商品 分别构成了单项履业义务 那么其控制权在交付时 转移给客户 上述价格均不包含增值税 并且假定不考虑相关税费的影响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啊 你的总的合同价款是25000 而单独售价一个是6000 一个是24000 所以是用25000乘以3万分之6000 这是5000的分摊给A的 那么3万分之24000乘25000 这2万是分给B的 把这25000中的5000分给A 2万分给B 这是合同价款的一个分拆 我们再看 假的账户处理如下 说交付A商品的时候啊 交付的时候 我们是借记合同资产5000 代记主佑收入5000 为什么这么写分录呢 因为你交付了A商品 你就相当于履行了义务 履行了义务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确认收入 并且这个收入 不是你的单独售价6000 而是你按比例 分来的交易价格 是25000乘以3万分之6000 25000的5分之1 这是5000 所以呢 你交付了产品 可以履行了义务 可以确认收入了 我们代记主佑业务收入 而借记什么呢 我们借记的是合同资产 这个借记的合同资产 有人可能奇怪 说我履行了义务 我应该向对方收钱 我都发了货了 我为什么不是应收账款 我为什么不是应收账款 而是合同资产呢 这个合同资产跟应收账款 究竟还离多远 那么你如果为合同资产 跟应收账款离多远 我们索性呢 把银行存款也写到这儿 银行存款啊 也就是说 从合同资产 假如说这是一 到应收账款 这是二 然后再到银行存款 这是三 这三者之间 他们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告诉大家 打个比方说啊 他们是一个破茧成叠的过程 这么说还挺美好 是不是啊 破茧成叠 其实呢 相对来讲 大家一定要看到 说如果我问大家 应收账款离银行存款 还有多远 你一定会说 应收账款离变成银行存款 只差时间的先后 对吧 哎 你比如说还有多长时间收款 他只要时间一到 你应收账款就应该变成银行存款 只要对方去履约的话啊 对方违约 那另当别论 假如正常情况下 应收账款离银行存款 只差时间 那么请问 这个合同资产离 应收账款多远呢 合同资产离应收账款 还差着履行义务 也就是说正一如此啊 我要问 合同资产离银行存款 差多远呢 合同资产离银行存款 不仅仅是一个时间先后的问题 还可能有其他义务没有履行的问题 所以啊 刚才说 破茧成迭 假如说这银行存款是漫天飞舞的 大蝴蝶 那个合同资产 还可能是一个毛毛虫 它还没变成应收账款呢 到应收账款呢 只能变成个鹅子 能飞了飞不高 等待把鹅子再变成 银行存款那就真成大蝴蝶飞起来了 漫天飞舞了 非常美好 这个美好啊 也是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蜕变过程的 就像大家考读做会诗 不快梦实现当然美好 你要经历这样一个蜕变的过程 简单的说啊 这里的应收账款离银行存款 只有时间先后 而合同资产离银行存款 除了有时间因素之外 还可能有其他义务没有履行 你像咱这道题 为什么交付了A商品 却不能走应收账款 当然没有收到钱 他也不能走应收账款 为什么 因为我们题目中规定 你还得交付了B 你才能有权利收钱 所以他离银行存款 交付A商品 这个事儿 离收到银行存款 不是时间先后的问题 不仅仅是个时间先后的问题 还有一个 能不能交付B商品履行 这个义务的问题 因此在这儿 你只能走合同资产 那么说到这里呢 我就要问大家了 那么如果说银行存款是金融资产 没争议 我说应收账款是 金融资产 相信也没争议 请问合同资产是金融资产吗 什么是金融资产 首先是合同 并且将来是现金 或者说金融资产来结算 合同资产肯定有合同 但它一定是现金结算吗 那不一定 所以说从合同资产 变成金融资产 还需要一段距离 因此合同资产 还没变成金融资产 它还是个毛毛虫 也正义如此 如果合同资产提减值的话 你借记的是信用减值损失 还是资产减值损失呢 过去人们老有争议 这个问题财政部专门 会计司专门给了解答 合同资产的减值 我们是借记的资产减值损失 这就表明合同资产 它不是金融资产 它离这金融资产还远的呢 所以这道题 我们先借合同资产5000 再领佣收入5000 大家一定把它分清楚 你说那合同负债 离主业收入多远 合同负债离主业业务收入 就差到履行义务 你要履行义务 合同负债就转过去 我们接着看 等交付B商品的时候 当把AB都交付了 所以这25000有权来收了 借应收账款25000 同时把那合同资产 也截转过来 因为你合同资产是5000 所以呢我们是借记 应收账款25000 带合同资产5000 同时代记主业务收入2万 当把B商品也发出时 你虽然没收到钱 此时是应收账款25000 当然你一发货 就可以确认收入 最后你收到钱时 借记银行存款 代记营收账款 这就成了 这道题呢 虽然不是很复杂 但是很经典 大家一定要掌握 我们来继续看 如果在分摊交易价格过程中 有合同折扣 我们怎么分摊 我来具体看一下 所谓合同折扣是指 合同中各单项履约义务所 承诺商品的单独售价之和高于合同交易价格的金额 也就是说 单独售价之和比合同交易价格还要高 这时候通常就是有折扣 你把单独价格一加 比那合同价格高了 那可能有折扣啊 对于合同折扣 且应当在各单项履约义务之间按比例分摊 有证据表明合同折扣 仅于合同中的一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相关的 那么且应当将合同折扣分摊到相关一项或多项履约义务 我们再看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 且应当将合同折扣全部分摊到合同中的一项或多项履约义务 满足下列条件时应该这样 什么条件呢 还得同时满足 第一个 且经常将该合同中的各项可明确区分的商品 单独销售或者以组合的方式单独销售 本来呢 就是它是单独销售的 另外 企业经常将其中的部分可明确区分的商品 以组合的方式按折价 折扣价格单独销售 就说你这里有折扣 并且这个商品总是要单独销售的 有折扣的 那么上述第二项中的折扣 与该合同中的折扣基本相同 且针对每一组合中的商品的分拆为 将该合同的全部折扣归属于某一项或多项 主要义务提供了可观察的证据 总之呢 就是说你能够基本证明 这个折扣就是属于某一部分的 你就分给这某一部分 好 我们来一起看一道多项选择题 假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 向其销售ABC三种产品 合同总价是120万 这三种产品 构成三个单项领域 企业经常单独销售A 其可直接观察的单独售价就是50 A是50平时要单独销售它 B和C的单独售价不可直接观察 于是采用办法 不能直接观察采用方法 那企业采用市场调整法估计的B产品的单独售价是25 采用成本加成法估计C产品的单独售价是75 一个25加上一个75 这是100 25加75 这是100 另外呢 单独售价 这是50 25 75 这100加50 这是150 150 我们现在合同总价款是120 很显然 这里面如果从单独售价来看 你这150和120比起来有30的折扣 但折扣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能不能证明这三十万折扣归哪一部分呢 我们接着看 假公司经常以50万的价格销售A 看来A没折扣 50万来销售他 那么并且呢 经常将BC组合在一起 以70万的价格来销售 假定上述价格不含增值税 那我们已经看到了 BC经常组合在一起 卖70 BC的单独售价加在一起是100 这个组合本来是100的单独售价之和卖70 说明这个30万的折扣 通常跟A没关系 是BC带来的 那这次ABC在一起 明明是单独售价之和是150 却卖了120 那就说明A还应该是那50 而我们说这里边剩这70是分给谁的呢 这70就是B和C 好我们继续来看 假定啊 不考虑其他因素 假企业有关会计处理正确的有 A 分摊到A产品的交易价格50 没问题 那么分摊到B的交易价格是多少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这里面有个25% 有个75% 对吧 25% 75% 分谁呢 分5那70 你把它算出来就成了 这70万的 25%给谁呢 给B 很显然你B的交易价格是25万 这是不对的 你都没算 算出来 对吧 应该是70万的 四分之一 那么分他到C的是75% 也不对 他应该是谁呢 是70万的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 所以说呢 这个正确的选项应该是 D选项 分给C的是52.5 所以本题的正确选项是A和D 这里的具体解析过程 我就不再多说了 好 我们来继续看 分摊 可变对价 这个可变对价怎么分摊呢 首先大家都知道 可变对价是说合同中有可变对价条款 我们要对他的可变对价进行估计 那么怎样去分担呢 我们具体看一下 说合同中包含了可变对价的 该可变对价可能与整个合同相关 也可能仅于合同中的某一特定组成部分有关 后者呢 包括两种情形 一是可变对价可能与合同中的一项或多项 而不是全部啊 履约义务有关 二是可变对价可能与企业向客户转让的 构成单项履约义务的一系列 可明确区分商品中的一项或多项 商品有关 我们具体来看 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的 且应当将可变对价及可变对价的后续变动额 全部分摊到与之相关的某项履约义务 或者构成单项履约义务的一系列可明确区分商品中的某项商品 一 可变对价的条款 专门针对企业为履行该项履约义务 或转让该项可明确区分商品所受的努力 或者是履行该项履约义务或转让该项可明确区分商品所导致的特定结果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条件呢 企业呢 在考虑了合同中的全部履约义务及支付条款后 将合同对价中的可变金额 全部分摊到该项履约义务或该项可明确区分商品 符合分摊交易价格的目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要把这个后续的变动额 还有可变对价 全部分摊到与支相关的某项履约义务 当然这个条件呢 不是很好理解 我们呢 不用生硬的理解它 我们看题目 好 我们来继续看 对于不满足上述条件的可变对价 及可变对价的后续变动额 以及可变对价及后续变动额中 未满足上述条件的剩余部分 企业呢 应当按照分摊交易价格的一般原则 将它分摊到合同中的各单项履约义务 对已经履行的履约义务 其分摊的可变对价后续变动额 应当调整变动当期的收入 我们前面也做了一个可变对价的收入的调整 前面已经确认过了 后续再对它调整时 你不能进行追溯 你只能在可变对价变动当期来调整收入 你不能追回去 我们这个不是属于政策变更 不用追溯调整 好我们来继续看多项选择题 甲公司与义公司签订合同 将其拥有的两项专利技术 X和Y授权给义公司使用 甲呀 把这两项技术 一个是X和Y给义使用 甲定两项授权均构成单项履约义务 并且呢 都属于在 都属于在某一十点旅行的履约义务 都十点履约啊 不算清楚 都是单项都十点履约 合同怎么约定的呢 授权使用X价格是80万 授权使用Y的价格是 以公司使用该专利技术所生产 产品销售额的3% 你看这里面 都是某一十点 但是一个是80万 一个是呢 销售额的3% 可以说一个是固定的交易价格 一个是变动的 并且这变动的交易价格 是不应该受限制的 X和Y的单独售价 分别是80万和100万 它俩都有单独售价 都有单独售价 我们再看 那么贾公司估计期就 授权使用Y 而有权收取的特权使用费 正好也是100万 这也正好100万 假定上述价格均不包含增值税 我们再看 假定不考虑下因素 贾公司有关会计处理正确的是 我们来看A选项 分摊到专利技术 X的交易价格是24万 这里边没有24万之数 分摊给专利技术 X的交易价格是80万 这是没问题的 这是直接对应给它 就算是变得这也直接对应给它 那么分摊到专利技术 X的交易价格是30万 这不对 分摊到专利技术 Y的交易价格是100万 也就是说它的单独售价100万 我们正好按照合同约定 分给它就应该是这100万 所以本题正确的做法是B和D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解析 说授权使用X的价格为固定对价 并且预期单独售价一致 又是固定又是单独售价一致 那么授权使用Y的价格 是X公司使用该专利技术所生产的产品的销售额的3% 属于可变对价 该可变对价 全部与授权使用Y能够收取的对价有关 虽说是可变的 但是这个对价 可变对价 与外能收取的对价有关 且假公司估计基于实地销售情况下收取的特议权使用费的金额 接近这个单独售价 那正因如此 所幸呢 假公司将可变对价的部分 这个特议权使用费的金额就全部由外来承担 符合交易价格的分担目标 所以这里面一个是80 一个是100 所以正确的选项 是B和D 这事其实你要这么一看 还复杂了 从简单一听 你就知道 本来属于谁就归谁就成了 所以说这事挺简单 你要越较真 反而越复杂 好 我们继续看 交易价格的后续变动 作为交易价格发生后续变动的 且应当呢 按照在合同开始日所采用的基础 将该后续变动金额分摊到合同中的没有 我们再看 企业呢 不得以合同开始日之后 单独受价的变动而重新分摊交易价格 也就是说呀 交易价格的分摊是在哪一天 是在合同开始日 而合同开始日的时候 你分摊交易价格 你根据的是谁呢 你根据的是各单项履业义务的单独售价 问题是 如果合同开始日之后 这个单项履业义务的单独售价发生了改变的 它变动了 那你说我当初按照那个单独售价的比例 分摊了交易价格 那个当初那个单独售价后续它改了我是不是应该重新分这交易价格 绝对不能 不得 不得啊 不仅如此 我们在租赁中也好 在债务充足中也好 遇到类似问题时 我们都是按照合同开始日的比例来分的 后续就算你有变化 你也不能重新调整 我们后续在讲的那个奖励积分的时候 奖励积分的那个 也是按照合同开始日的时候那个单独售价来分摊交易价格的 就算你奖励积分后续的兑换比例发生改变 也不应该重新分摊在奖励积分和销售商品的各自所占的份额 这道理都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这句话特别重要 记着啊 只要是在合同开始日 我们按照当时的单独售价 把这交易价格给分开了 就算后续单独售价再改变 也不应该重新分摊交易价格 当然 对于合同变更导致的交易价格 后续变动 应该按照有关合同变更的要求进行处理 我们要说的是谁呢 是交易价格的可变对价的变化怎么办 这是交易价格的后续变化 合同变更的按合同变更另当别论 你要是合同变更的话 那我们就考虑它是哪一种情况该怎么办 好 我们继续看 合同变更之后发生的可变对价后续变动的 那么企业应当区分下的三种情形 分别进行处理 这三种情形跟合同变更有关 合同变更还记得有三种情形吗 第一个是单独的合同 第二个是原合同终止一部分 剩内部分和新变化组成一个新合同 第三个就是新变化成为原合同的一部分 对吧 我们来看第一个 合同变更部分 作为单独合同的 企业应判断可变对价后续变动 是与哪一个项合同相关 你不有新合同原合同吗 你要看一看那可变对价 后续变动跟哪一项合同有关 并按照分摊可变对价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也就是说你跟哪个有关你就分摊给谁办 后续可变对价在变化 你的合同也变更了 属于哪个合同的这个变化归哪个合同 这是一个原则啊 我们再看 合同变更作为原合同终止 及新合同定立的 这是第二种情形 并且啊 可变对价后续变动 于合同变更前 以承诺可变对价相关的 你这个后续变动 跟合同变更前还有关 那么且应当呢 首先将该可变对价后续变动额 以原合同开始日 还是原合同开始日 确定的单独售价为基础 进行分摊 然后再将分摊到合同变更日 尚未履行履约义务的 该可变对价 后续变动额 以新合同开始日 确定的基础进行第二次分摊 这句话念着拗口 其实挺清楚 也就是说 如果首先你那合同变更 属于第二种情形 原来终止一部分 剩这部分和变更的部分 组成一个新合同的 并且呢 你那可变对价的变动 与变更前的那个合同 还有关 那就是我们原来合同的 可变对价的向后延续 在这种情况下呢 既然属于原合同的 你首先呢 将这个可变对价的后续变动 按照原合同开始日 时候那个单独售价为基础 进行分摊 原来是怎么分摊的 还怎么分摊 那显然就有一部分 是分摊给谁啊 分摊给尚未旅行这部分的 只有这部分 再按照新合同的基础 做第二次分摊 这事我们拿立体来说 你就明白了 好 我们来看第三种情况 如果合同变更部分 作为原合同的组成部分的呢 企业应当将该可变对价 后续变动额分摊到 合同变更日 尚未旅行的 或部分为旅行的 律约义务 直接把这个分给 尚未旅行的部分 当然这是总体来考虑 那你这是总的来考虑 那个尚未旅行部分 其实呢 这就是说我们的合同的 这个可变对价的后续变动 结合着合同变更 我们应该怎么做 看得出来我们这里既有 可变对价的后续变动 又有合同的变更 而且把可变对价的后续变动 跟合同的变更 融在一起了 这个问题就显得 有些复杂 但是我们通过立题 也能把它说清楚的 我们来一起看题目 多项求的题 08年的9月1日啊 假公司与乙公司签订的合同 向其销售A产品和B产品 啊 A产品和B产品均可明确区分 其单独售价相同 正好相等 且均属于某一 十点旅约的旅行物 那么合同约定 A和B 分别在08年10月1日 和09年3月31日 交付给了1 合同约定的对价 包括了 1000元的固定对价 和200元的可变对价 假定呢 假公司将200元的可变对价 基础交易价格 那就变成1200了 满足将可变对价 基础交易价格的限制条件 说明它是没有超过上限的 所以说固定价可变 这是1200元的交易价格 并且A和B的 这个单独售价 又相等的话 就可以平均分给它 一加分了600 我们继续 因此啊 该合同的交易价格是1200 这里面有固定的 有可变的 假定上述价格不堪增值税 2008年12月1日 双方对合同范围进行了变更 看到没有 这个紧接着合同变更了 那么以向假 额外又采购了 C产品 合同价格增加了300 那么C产品与A B两种产品可明确区分 但是该增加的价格 不反映单独售价 你看 如果你可明确区分 又不反映单独售价的话 那这300的C的价格 不反映单独售价 显然这就不能成为单独的 合同 这个合同变更不能成为单独合同吧 它原来的A和B能不能区分呢 如果A和B能区分的话 那它就有可能成为 那个旅行和没旅行能区分的话 它就成为我们第二种 合同变更的情形 中指一部分 剩一部分加新变化成为新合同 我们继续看 C产品的单独售价与AB产品相同 看来三个产品ABC单独售价都相同 到时候就可以平均了 C产品将于2009年6月3日交付给 义公司 08年年底的时候 12月31日 企业预计有权收取的 可变对价的估计金额 由200变为240了 你看 这个可变对价 当初我们是记了200 后续这一变更 它还变得240了 该金额符合技术交易价格的条件 因此合同交易价格就增加了40 这40是当初那可变对价带来的 所以这道题呢 既有合同变更 又有可变对价的变化 这两条线啊 当时那200的可变对价人 直接走过来人是240 你的合同变更 是你的合同变更 两条线 既有合同变更 又有可变对价的后续变动 把这两条线揉在一起 我们怎么去做呢 我们来继续看 并且 甲公司认为该增加额与合同变更前 以承诺的可变对价相关 那很显然 我们就得先把这40万 按照变更前的合同的单独售价 分一回 然后 分给尚未旅行这部分的 然后再做第二次分摊 这就是我们的原则 我们再看 假定上述三种产品的控制权均随产品的交付而转移给义公司 假设不可理其他因素 假公司有关会计处理正确的有 A选项 在A产品控制权移交时确认收入600元 我们分析过当时应该是这么一个考虑吧 B选项 在B产品控制权移交时收入450 好像不是吧 C选项 在C产品控制权转移时确认460 是吗 这事我们好像还得分析分析 对吧 D选项 在合同变革当期对A产品增加了收入 20 这好像有门 为什么呀 因为你那已经完成那块 他要调整40元 你这40元 假如说我们按照原来合同AB分 AB单独设下相等肯定是一加一半 40元肯定720给A 并且呢 这A不能追溯 只能是在变更当期增加收入 看来这D选项有门 当然剩下那20 再接着给B和C直接分 它是怎么分的呢 要分的话会不会C的就是460呢 B有门 差来460也有门 A那当初的600是不是也有门呢 我们不能猜了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解析 首先来看正确的答案是ACD 也就是说 A确认时的收入是600 C这儿是460 D这儿20 这是没有问题的 正确的选项ACD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把这个过程详详细细的分析一遍 在合同开始 这是当初那旧合同开始 小公司的交易价格1200 1200里面有固定的1200的可变 因为AB的单独售价相等 所以可以平均分给A和B 也就是A和B各自分 它的交易价格都是600 所以A确认收入600 是对的 当时B也是能分600的 那么到了08年10月1日 当A产品交付给客户时 那么贾就应该确认收入是600 因此选项A正确 对吧 1215 08年的12月1日 双方进行了合同变更 这是新合同产生时 该合同变更应当作为原合同中指 是那A那部分中指了 并将原合同的未履约部分 与合同变更部分合并为新合同 那就是B和C是个新合同 B和C是新合同 我们继续看 在新合同下 合同的交易价格呢 它就成了900了 为什么呢 因为B的还没履行 B那边按照单独售价 确定的交易价格是600 C这后续的又加一个300 所以BC这是900 那么BC的900 本身各自的单独售价又相同 所以分摊给B和C各自450 这是合同变更之后的 我们交易价格又确定了 另外呢 这不是我们合同变更 所以A是600 B和C都是450 这是合同变更吗 08年12月31日 甲公司重新估计可变对价 增加了交易价格40 这40增加额 与原来变更前的承诺 可变对价是相关的 因此首先分原来的A和B 之后再分B和C 我们再看 ABC啊 他们的单独售价相同 再将40元 可变对价后续变动额 分摊到A和B时 各自分摊20 所以给A分20 这就对了吧 由于甲公司已经 转让了 A产品 在交易价格发生变动的当期 即应将分摊到A的20元 进入当期的收入 所以选上D也是正确的 那么甲公司将分摊到B的20 第一轮分给B的 因为B和C重新组建了一个合同 你就B就带着这20万的变化 变动额进入BC的这个组合 所以呢 B把这20万 属于原本属于自己 在原合同中分的这20万 带进BC的组合之后 由于BC的单独售价也相同 所以在这时候呢 各自又分摊了一个10元 结果上述分摊后 B和C的交易价格分别 确认为 无论是B和C的 都是450加10 460 因此呢 甲公司分别在 BC产品控制权转移时 确认收入460 所以选项C也是正确的 因此本期的正确选项是ACD 这道题经典之处就在于 这里边既有合同变更的处理 同时还有可变 对价的后续变动 两者并且是交融在一起的 所以这道题 大家要做重点把握 能够合同变更多的处理 并且是交融中的 并且是转移时 速度合同变更多的处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